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哇 剛剛一路這樣走上來這個小山丘 順便看了一下這個村子 感覺就是 也沒有電線啦 水大概也是打地下水 很簡單的一個村子 但是還不少戶在這裡啊 而且旁邊就是山區 整個就是一個 感覺比較與世隔絕的一個村落 這裡會有我們要找的 索命娃嗎 不知道 現在這樣望過去 沒有什麼線索 不然我們再找找看好了 一到這個村子啊 很多小朋友都好奇的跑出來看 不知道這個村子有沒有 我們也是要問問看啦 說真的機率不大 我們只能試試看而已 好不好 我盡力 我盡力 什麼啦 什麼啦 發生什麼事啊 好多人耶 我們是來找花的 怎麼這麼多人聚集在這裡 旁邊好多人在煮東西啊 是不是村子裡有什麼大事啊 阿德 怎麼了 怎麼了 今天在幹嘛 今天結婚 村子裡有人結婚喔 還婚禮還沒開始 還沒有開始 還真巧耶 遇到人家結婚了 所有的小朋友就是全部圍在這裡 那真的在村子裡應該是很大的事情了喔 就等於整村的人都會來 全村的人都來 應該可以從這邊的人找到一些線索 先看看他們的婚禮 然後我們再找機會去問好不好 看來我們這群人的造訪 似乎對這個與世隔絕的苗寨來說 是一件轟動無人驚動漫告的大事 光是我們調整攝影機設定這種事情 就吸引了當地居民的圍觀 最後啊 不但辦喜事的苗仁家長來了 連當地的村長也出面關切 最後還邀請我們整個外景隊 一起跟他們參加喜宴 音速花這種敏感的東西 看來晚點說好了 來 來 來 啤酒啦 還好啦 請大家喝酒啦 其實他們也是很種禮數的有沒有 欸 我剛剛從那邊走過來 我沒有發現耶 現在換了個角度才發現 他們的爐子 看不清楚嗎 那等一下沒管 你看這個更清楚好了 有了 清楚吧 它是炮彈的殼 一般 直接這樣 感覺很方便耶 他們很會利用東西喔 那個鍋子那麼大 剛好架在這裡 對啊 你知道那個是什麼啦 走向島門門一眼 我沒想到你 口氣好那個 毒來的 毒來啦 本意 毒來嘛 就是美國丟了很多 啊 就撿來了 就講得好輕鬆喔 就撿的時候不知道會不會覺得很害怕 但是他們就是很會利用東西把它架起來了 對啊 這個村子裡發生很大的一件事情 結婚 欸我可以順便問他 可以問嗎 那個啊 花 這個村子 有種那個 木樹花 我看一下他回答了有沒有心虛的感覺 沒有他說沒有啦 就可能這個村子就是真的沒有 現在可能不好找這個東西 沒關係我們先看看他們的婚禮好了 待會再問一下其他人 看有沒有線索 裡面的儀式正在進行 阿虹說 他也聽不懂他們的歌詞內容 不過呢大概也是猜想得知啦 是類似很高興大家來參加實驗 希望大家多喝酒 噼哩啪啦的內容 好吧 我們寄望著 也許他們一群人稀哩哗啦的喝醉以後 會告訴我音速化的事情 不然呢 我們整支醒腳節目的外景隊在這裡 不就變成免費的婚禮紀錄攝影嗎 所以我們今天也算是 剛好緣分啦 剛好來吃他們這個婚禮的喜宴啦 斑豆 阿我們不是親戚 我們要幫你親一下 不要包紅包 等一下 要幫你親一下 喔喔喔喔 意思一下要包紅包 給祝福一下新婉新人 不然人家招待我們這樣 真正亮 斑豆的斑豆捏 多吃一點好不好 看大家其實很多人都是 小朋友喝汽水啦 然後大人或是在拿這個碗 然後開始在那邊吃 好 舉辦婚禮的家庭 在屋旁擺了兩張小桌子 上面放了五色菜窯 看來這應該就是 我們這群不速之客的喜宴會場 既然是喜宴啊 當然接著就是 吳 吳 吳蠟就是我的 對 肯糖 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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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喝 就是傳統就是 你等下可以幫人家倒酒 不過第一杯酒是你可以 在喜宴上 酒一杯又一杯的灌我們 灌得大家七雲八素 灌得大家幾乎想要落袍 在台灣的喜宴當中 灌酒這種事情 不是新郎新娘 才會有的狀況嗎 打你醉了 就看得見好了 好下飯喔 再來 又喝了 我是我 對 我是我 小鳳姐 為什麼 我怕你喝了 可以 我可以進回去嗎 還是要我們自己了 你們不要緊張 我們就要緊張 沒了 我們現在的計謀 就是讓他們把文化官灌醉 然後他就不會阻止我們 去拍索命花 是這樣嗎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好 看著他 一下好累喔 計畫當然趕不上變化 灌倒文化官的計謀 根本不可能成功啦 因為他根本把酒當水喝 我們拼命的拼酒 連攝影師都開始喊 新郎新娘快出來見客吧 不然大家真的都要全軍覆沒了 新娘換好衣服了 可是旁邊還以為也是伴娘嗎 根據剛剛我們聽到的是 他們算是白苗族啦 白苗族 就是苗族的一隻這樣子 這個服裝很明顯的 就跟遼國的傳統服飾不一樣 你看這個袋子 還有身上有很多這種 金屬的這個飾品 他們幾個人手上都有帶這個白色的線 這個是什麼意思啊 你們知道嗎 這個 這個就是他們祈福要綁個線 很妙喔 你們這樣子 就是誤打誤撞 剛好遇到他們的婚禮 然後也可以看一下 這邊的少數民族 他們的婚禮大概是什麼樣子 體會一下也不錯 而且可以感受到他們的熱情 滿好的 趁著一時清醒 大家帶著罪意逃回到川光市區 阿弘說既然大家都有罪意 就在店可以醒酒的料理吧 殷素花只好明天 再往另一邊山區裡去尋找了 這個接下來我們要做一道 這個當地的料理 做雞湯 雞湯聽起來很普通喔 我們在台灣就可以煮 我在家也可以煮雞湯 但是 他們準備了一個 雞湯裡面要放的東西啦 這個東西 有點禁忌喔 看錯了嗎 這什麼 好 茶葉 不是茶葉 大媽 等一下 這樣煮不會 出問題的嗎 不會 這要怎麼煮的 我給我的料理 這是一種料理 這是一種當地的料理 喔 那就不用怕了 反正他們當地就是這樣吃嘛 仔細看一下 所以像這個大馬在料理 很多地方都有種是不是 一般都會有種 但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但是 不能買賣 不能買賣 家裡 就可以自己種 嗯 就是這樣用品的調味 就像一般的香菜啊 或什麼的一樣 意思是一樣的就對了 嗯 這麼大一包 這麼大一盤 湯滾啦 沒有加調味啦 就加一些鹽巴而已 接下來 這個複食菜 我現在比較好奇啊 就是 這個吃下去會不會有什麼反應啊 反應啊 就是好吃的 會有好吃的反應 不會有其他的反應嘛 就這樣就夠了嗎 然後 你知道的 就是會什麼味道 就大麻 雞 然後鹽巴 這麼簡單 也許這樣才是好吃 你才可以吃出這個 大麻煮湯之後 那個湯會變什麼味道 就這樣就夠了 我覺得我頭有點暈 沒有啦 沒有啦 開了就 不過它真的有香氣出來耶 那個香氣的感覺 像什麼樣子 就很像過年在家等米菜 長年菜的味道 對啊 就是這個味道啊 對 是香的 是香的 那動手吧 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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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喝一口湯 湯算清啦 除了有一層油浮在上面之外 好喝耶 可是這樣子吃 那你會直接吃這個葉子嗎 對 為什麼 會嗎 我們來實驗一下好了 阿德說會暈 吃這個青菜啦 來 我來位置去晃 太大了啦 我吃這樣子好了 嘗嘗看 你如果直接吃是什麼味道 你幹嘛一直晃啊 攝影師 你幹嘛一直晃啊 你怎麼了 你聞到香味了嗎 好喝 好喝 我想吃 再醃 我時候還沒喝一點 他還用這個來 然後燙一點 對啊 其實就這個香氣來講說 它入菜其實是OK的 它有點香味出來 代表是 嗯 是個好食材 好不好 多吃一點 那我可以帶一包回家 我吃雞啦 我說雞啦 我說雞 雞好吃啦 雞啦 看來這裡用大麻入菜 就像台灣有人用茶葉入菜一樣 稀鬆平常 只是我聞到這大麻的味道 跟貓咪吃的貓草味道很像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興趣 試試看拿來入菜呢 隔了一夜 我們又往另一邊山區前進 它有黃土路 這哪 這裡有路嗎 蛤 這個是路 這個是路嗎 沒有沒有看過 這裡村子開過的痕跡 沒有啊 然後踢這邊 找一下吧 小心啊 村子裡面的路 對啊 然後 讓阿鴻被人家當女婿 然後被嚇唬 苗寨 感覺好像有傳說的樣子 但是現在看起來沒什麼人 這裡現在看到的豬跟雞 比人還多 阿鴻說 今天我們進入了更深山 更接近越南邊界的一處苗寨 因為這裡的民風比較強悍 而且我們尋找的 又是帶有經濟色彩的索命花 所以 我們必須比昨天更加小心才行 現在我們來到 一個遠近的一個 這個苗人的村落 我們要找的 索命花 據說 就在這裡 索命花為什麼叫索命花 我告訴它 我告訴你們另外一個名字好了 它就是 櫻樹花 其實 大家都知道嘛 這個櫻樹花提煉出來的東西 你看你怎麼用它啦 當然 就是也是有比較正當的用途 可是現在既然被世界給這個 列為毒品的話 那 可能就比較敏感一點 嗯 找不找得到 然後我能不能看到或是 能不能拍到 這我就不知道了 我們得去問問看 交涉一下看看 我們找找看看 我盡量 如果能找到 我們就看能不能拍一些畫面 OK 當我們開始在苗寨村口進行拍攝時 一個自稱村長的人 出現阻止我們繼續拍攝 我們立刻請隨行的 寮國文化官前往交涉 試圖了解也不能拍攝的原因 並且溝通我們這次的目的 現在好像在溝通說協調一下 剛剛我們還說了 拍這個說明話 但是 不知道是這個村長好像有點 不是很有意願讓我們拍 文化官好像也是覺得不太好 因為現在在協調 一人的局部也聽不懂 但我再問一下他 問一下我看他們溝通的怎麼樣 他說這就是因素化這邊 他是違法的 因為廖國政府已經說不能中 因為聯合國已經有撥一筆錢 給他們就是禁止他們種鴉片 就這樣 經過很久的協調之後 村長終於同意我們在村塞裡拍攝 但是不能離開這座村子的範圍 拍攝的敬位跟內容 也必須有村長在一旁盯著 我們只能保持切戰切走的態度 進行拍攝 現在這個村長 可以讓我們 他接受讓我們在這個村子裡拍拍一些空景 但是他很嚴格的 在盯著我們的畫面 有啊 所以他應該是有啦 沒有他就直接拒絕了 尷尬的是我們還有官員陪著他 GO 這官員就盯著看他 我覺得應該是真的有 不然他幹嘛盯成這樣 如果沒有他早就說明了就好了 好吧 現在大家看到的畫面都是村長 景丁之下拍攝的村仔畫面 音速化到底有沒有呢 我們也不敢肯定 不過在後來回川晃的途中 我們竟然得到了幾片葉子 最後我們又到了一個小小的地方 這是 音速化的葉子 其實在當地他們會把這個葉子 拿來當普通的葉菜這樣吃啦 我如果不講它是什麼葉子 其實你看了就覺得像生菜沙拉一樣 搞不好還可以丟到火鍋裡吃 對 普通的蔬菜 生菜沙拉的味道 有一點苦苦的帶一點苦苦的味道 我說真的我不講你覺得他可能是同好 或是一些什麼 然後音速化對他們來說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藥材 你看現在這個環境 說真的啦 我們坐車來這邊都要 顛簸個四五個小時了 如果說生活在這樣環境裡面的人 他們要去度視看醫生 要花多久的時間 所以說嘛 水能載舟 亦能輔舟 花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藥品 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麼邪惡 世界定定